百年时尚心,千年翡翠琴,买A货翡翠,将微信1177-6270,计赏期内免费退换,让您花最少的钱,带最好的翡翠。 1977年6月,蔡天熙出生在浙江省温州市有名的博士之家,她的父亲蔡孝婉初中毕业后就随服学医,但因为热爱读书,后来还是通过自己考入了杭州大学数学系。 蔡孝婉的五个儿子,一个女儿中出了五位博士,为硕士,而作为最小的一个孩子,蔡天熙也丝毫不输哥哥们。 蔡天熙四岁那年,就被送进了瑞安实验小学,成了温州市最小的小学生。 小学毕业后,蔡天熙直接进入城关中学读初二,1991年,14岁的她考入了设在苏州中国科技大学少年预备班。 要知道,能到这个班级里念书的孩子,几乎都是神童。 1995年,蔡天熙提前一年从中科大毕业,先后收到了美国18所名牌大学的博士录取通知书。 她最终选择了前往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深造,那一年她才18岁。 在麻省理工工读数学博士学位的日子里,蔡天熙又对统计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 她于是决定申请哈佛大学生物统计学专业,并于1995年年底被哈佛大学以全额奖学金录取。 1999年6月,蔡天熙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。 2002年,不到26岁的她受聘于哈佛大学,成为了哈佛大学生物统计学专业里最年轻的副教授。 两年后,她开始担任博士生导师,28岁的她甚至比自己的学生年纪还小,但她专业知识过硬,也很快适应了这个角色。 2012年,35岁的蔡天熙成为了哈佛大学正教授。 革命烈士江姐被杀害前,曾将自己唯一儿子彭云托付给表弟,希望她以后能报效祖国。 长大获得彭云成绩优异,被公派着美国留学,然而伺候的她却再未回国,而是在美国当中深教授。 当媒体问起此时,她的回答惹人争议。